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閃一閃一閃 那我們要輸出電源呢 就在這邊 不過因為連閃器 它就是有時候很不穩定 像這種閃的速度很快的啊 它就是很不穩定的連閃器 那在這邊可以稍微調一點時間 那你要調 你要調更長的時間 你只要在這邊延長更多的中機器就好了 嗯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開關的方法呢 其實就是 讓下面這個紅石火把滅掉就好了 那讓它滅掉 我們就拿個控制桿 OK 這樣就結束了 那我們再打開 它就會繼續 嗯 那 欸 可是活塞這個東西啊 它就是很容易失效 就像之前那個 短訊號產生器一樣 黏性活塞是非常不穩定 也不是不穩定 黏性活塞 也是有點難相處的東西 所以 最好是 能不要用活塞就不要用活塞 那 我這邊做一個 中繼器的 中繼器的連閃器 那 就是 這樣 嗯哼 然後 我們就 我們就 在這邊延長一個 延長一個訊號 然後我們在這邊做一個 開關 因為它 這個時候放下去的時候 它已經 它已經就是一個連閃器了 對 然後我們可以從這邊輸出訊號 也可以從這邊輸出訊號 對 那這個開關要做的話 我們就只要在這邊弄一個 活塞 然後 然後 在上面放拉桿 好 現在它打開 我們可以把它關起來 調時間也是 你可以把它調很大 調很大 它就會閃得 比較慢 有沒有 有沒有 它就閃得比較慢 OK 像這種就是 呃 中繼器類型的 不過大家要注意喔 紅石火把在 嗯 某些 應該是跟地圖 呃 跟地圖有關係 這個地圖的 呃 方向可能 可能會影響到這個火把的穩定性 紅石火把其實是蠻容易熄滅的 所以 所以呃 使用這種 中繼器呢 要自己多注意一下 它會不會熄滅 如果它滅了 它就失效了 對 好 那再來我要告訴大家一個 不用中繼器 也不用活塞 OK 我個人覺得非常好用的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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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閃器 哈哈 我雌窮 OK 怎麼做呢 就是這樣的 恩 我們在這邊用一個趕壓鐵軌 這邊是動力鐵軌 那 這個 這個 恩 趕壓鐵軌是輸出信號的地方 這裡 然後我們只要 呃...在這邊裝一個開關 然後...然後這邊放一個礦車 然後它現在就是個連閃器 大家看這裡 有沒有有沒有 它現在就是一個很穩定的連閃器 呃...因為當動力鐵盒後面有方塊的話 呃...它會...礦車會被推上去 那到了這裡沒有動力了 它就會從...從這裡再滑下去 就...就它會再滷回來 然後...呃...之前其實 比較之前啦 大家做的是 這邊是一個... 這邊是一個普通的 普通的鐵盒 那它這樣子它一樣也會上上下下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小問題 它上去兩次差在上一次 呵呵 對那這好像是跟之後修改的電路特性有關係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 中間這邊就換成...動力鐵盒會比較好 像這樣子 那它就會...一閃一閃亮晶晶喔 OK 大概...呃...主要就是教這三種 簡單又好用的連閃器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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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